最近咱国内是不是有点太言论自由了 我竟然刷到一个外国人说着中文 向我们广大中国网友宣传 秦江琼这个词并不是歧视言论 他说这一堆让我看来 就是说我说你笨 说你傻 那是在夸你 是尊重你呢 简直是太可怕了 而且这背后的可怕性远远不止这些 事件的起因就是一个在叙利亚的中国小伙 走在路上突然被几个当地的小青年对着大喊 秦江琼 被挑衅的小伙就气不过 将小年轻就暴咒一顿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幻中是你敢对小黑哥说一句negar 估计就不是暴咒你一顿这么简单了 人与人之间要懂得互相尊重 你既然不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就怪不了别人 而作为一个天天混中国互联网的叙利亚人 一口流利的中文 引来了大量的中国粉丝关注他 可你却没有用到正地方 中国那么多正能量 你不宣传 却专门对这种恶意的歧视中国人的言论去洗白 这种大微博主早晚要亮亮 其实你如果有注意到 现在琴枪琼这个词 在叙利亚传播的简直是太可怕了 我本身并不讨厌叙利亚人 因为有看到有很多的孩子 跟有些人他是不一样的 他们都是很善良的 出于一种还不懂事的年纪 大人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看到别人都这么喊 那自己也就跟着喊了 并不是去故意伤害你 当看到有些身在叙利亚的博主去纠正 去告诉这些孩子们 这些是不好的词语之后 他们便意识到自己的不礼貌的行为 停止再次对中国博主的这个称呼 请讲走 No don't say that it's not good 请讲这些话 it's not a good word 请讲庄 If you say请讲庄 Chinese people will think implied 我们 are friends Right You respect me I will respect you It's a very disrespectful word to Chinese people Never say请讲庄 to Chinese people Ok Remember baby When you grow up Welcome to China 也有他们老师用借齿的方式来教育这些孩子 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对这些博主和老师的纠正表示非常的认可 但同时也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人 都会这样的称呼我们 而且并未感到有任何的冒犯和不妥呢 不了解中国文化 而且也没有去过中国 他们不懂很正常 可是作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叙利亚人 中文已经非常标准了 他不可能不知道 还不是因为在叙利亚有很多类似博主这样的人 告诉这些单纯的孩子 天江琼并不是什么坏词 没有任何歧视意思 可恶的是他们给叙利亚人洗脑洗完了 还继续接着到我们中国平台继续给我们洗 想来也是搞笑 他一个外国人来告诉我们中国人 一个中国词语的真正含义 多么讽刺啊 他这么会洗地待在中国 我觉得有点太浪费了 因为中国人太善良 给不到他最好的教育 他应该到美国去给小黑哥去洗 并对着人家说几个在美国是不能说的词语 还告诉人家这根本没什么 这是我对你表示友好 看看人家拍不拍他 喷喷两下 直接让他知道错 行枪穷这个词呢 其实是在200年前 有一大批中国人被骗到美国做劳工 而当时的美国人发明了这个极具侮辱性的词语 所以这个词可以说是承载着我们救中国 当时被欺压 被屈辱的一段历史 而现在的中国已经非常强大了 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在各个方面发展的 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国家强大了 那么他的孩子 不管是走在世界各地的路上 都可以挺起腰杆 我们不会去主动欺负任何人 但谁想再欺负我们 那都是不可以的 包括在美国 这个词已经没有人在敢说了 可没想到在叙利亚 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竟然还有人用这个词来侮辱我们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讨厌叙利亚人 我们只是讨厌在这背后 恶意传播这些辱华词汇的人